皇上 微臣有件家事想跟皇上说 说 微臣 想娶一位妻子 延换月的事想通了 不不不 不是延换月 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你 赵雨昕 朕一直认为你和赵雨昕 脾气相投 莫逆之交 所以朕认为你们 好你个月聪明 你怎么不早点跟朕说 皇上恕罪 微臣以为 一个丽木和一个侍卫相爱 在宫中影响不好 所以就一直等到确定之后 才禀告皇上 皇上 我跟雨昕 斑了 你也不用有所顾虑 若是你和雨昕真心相爱 朕也希望你们白头偕老 天长地久 真的 谢谢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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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皇上 微臣跟雨昕求亲之时 一向雨昕发誓 一生只爱她一人 所以皇上那道圣旨 朕赐赵雨昕为你的正房七室 延幻月为你的妾室 你意下如何 微臣这一辈子 不能再娶雨昕之外的别的女人 朕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朕的旨意已经下了 让朕收回 没那么容易 这样吧 朕赐你一道空白圣旨 你应该明白朕是什么意思吧 是 谢楚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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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皇上 行了 当心你的脑袋 来 雨昕若是男人的话 一定是朕的左膀右臂 微臣替雨昕 谢过皇上夸奖 你够了啊 朕不希望朕的心腹 是一个巨内的人 不会不会 朕现在特别不想看到 你这春心荡漾的脸 朕特别不想看 立刻给朕滚 不再告退 你